欢迎来到小韩说故事 小韩带来《向风而行》翻外 第九十七集 承霄顾南亭约会欲尴尬 怎么办 我有点想年年了 好久没来电影院了 果然还是那个感觉啊 承霄抱着爆米花 跟在顾南亭的身后 一起来到了他们的位置上 喜欢吗 顾南亭也感觉出了承霄的好心情 这也不枉费他提前订闹钟买了票 喜欢啊 我老公精心准备的 我还是很喜欢的 谢谢我亲爱的老公 承霄本来是想要勾住顾南亭的脖子 给他一个爱的亲戚 但是看到周围还有人 就有些不好意思了 顾南亭等待承霄后续的动作 不过没等到 他看了看承霄 瞬间就明白了 自家老婆这是害凶了呢 等以后慢慢还 顾南亭趁着承霄不注意 在他的耳边轻声说道 换来了承霄对着他胸膛的一阵小锤锤 顾南亭没有阻止他的动作 但是脸上浮现出了笑容 能够成功转移承霄的注意力就好 两个人还想要再说些什么的时候 电影已经开始了 他们也就作罢了 反正有的是时间 某些账还是可以回家慢慢算的 承霄聚惊慧神地看的电影 不愧是他期待了那么久的电影 剧情充满了跌宕起伏 让大萤幕前的他跟着一阵揪心 在电影让人紧张的环节 一双温热的大手牵住了他 他从剧情中回神 不用猜这双手 肯定是顾南亭的 他紧紧地回握住顾南亭的手 抬头正好与他对视 两人没说话 都默契地将视线转向大萤幕 电影结束了 承霄有些意犹未尽地和顾南亭走出了电影院 我没想到结局是这样 其中的一些反转是我没想到的 承霄跟顾南亭讨论着剧情 说着他的想法 路过大厅的时候 他随意地看了一眼墙上的钟表 啊 已经快六点了呀 我们已经出来两个多小时了 承霄放松的心情 突然有了一些惊慌 绵绵应该已经睡醒了吧 他会不会闹腾啊 对绵绵的担心 再次席卷了承霄 放轻松 如果绵绵有什么问题 妈肯定早就给我们打电话了 而不是放任我们在外边完了 顾南亭安抚着承霄 他知道承霄会担心 要不我们给妈打个视频吧 不看到绵绵 我多少是不放心的 承霄跟顾南亭提议 顾南亭明白 如果不让承霄亲眼看到 他大概是不会放心的 于是 他让承霄拿出了手机 准备给承妈妈打了视频 没想到承霄还没来得及播出去 就看到了顾妈妈打过来的视频 他有些疑惑地看向顾南亭 顾南亭示意他接 承霄带着疑惑开了视频 没想到直接就看到了 正在和承妈妈笑着玩闹的绵绵 潇潇 你和南亭好好在外面玩 好好放松一下 绵绵交给我们这几个老的就行了 顾妈妈的声音从手机里传了过来 好 谢谢妈 承霄看到了绵绵的状态 整个人都好了一些 担心虽然野游可已经消散了很多了 现在放心了 承霄重重地点了点头 放心了 妈把绵绵照顾得很好 那我们去吃你想吃的好吃的 顾南亭在此询问承霄的意见 好呀 终于能吃到我心心念念的东西了 承霄拉着顾南亭的手 两人直奔停车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